每期视频我们都会通过剪辑、动画 在AE中设置无数个关键帧和合成 将设计和艺术知识展示给你 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工具 把它们统统丢掉 还能做个美学UP主吗? 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拿起摄像机 用最原始的方式向你介绍身边的美与设计 就从我们每天工作的地方开始吧 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的Vlog现场 宇宙基地大揭秘 我们位于南京西路WeWork 这里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 这是超宽敞的公共区域 皮沙发、椅子、茶几、绿植 要不是有人在这里办公 感觉就是一个潮流家具买手电 每天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就能多提高审美 每一帧都是3D设计中的绝佳情绪版 不过三维还是有点技术门槛的 我们还能偷学点什么设计美学呢? 这块玻璃学名叫长红玻璃 感受一下它的材质和光感 模糊的雾面效果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想不起来的话再看这里 后面叠了一幅颜色丰富的挂画 这不就是眼下UI和平面领域 最频繁出现的磨砂玻璃和弥散光吗? 这些绝妙的设计元素就在身边 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一切具有美感的事物 这里是会议室 我说了 要观察 观察一切具有美感的事物 你看到了什么? 图形化的标识 统一体系的导师设计 美观只是表象 清晰直观的行为标牌 配上活泼灵动的文案 一个投屏分享的操作演示图 居然有着严谨的网格系统 这堪称一个万能的PowerPoint模板 我们最爱的电话亭隔间 给你一种只要坐进去就是主播的错觉 开关门都有了仪式感 虽然这种交互形式也只是在说 此处有人 没人 但是有条件的话 请允许设计为你洗洗眼 为什么说创作环境对设计师很重要 因为美没有上限 如果我们长期处于美的环境中 审美的预值自然就会提高 就像我们爱逛Behance 从一开始的每个作品都浏览收藏 到滚噎两三屏才打开一个 不是作品的质量降低了 而是你对美的标准提高了 当然美不只是用看的 听歌识取一下 参与社区里的沙龙交流 都能让你的Sense满分 在这里工作 不用去美术展览馆 不用探买手电 不用收藏无数再也打不开的网站 敏感枯竭的时候 走 出去溜一圈 上班也可以成为一个小程序游戏 随时生成你的理想办公桌 木桌配转椅 或者吧台配高脚凳 也可以是皮沙发加抱枕加盆栽 设计师无法选择996还是955 但我们可以选择在更舒适的办公空间007 如果还是一个能让创意和灵感翻倍的地方 就更棒了 当我们离开屏幕和动画 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 其实设计无处不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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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回來了 走回來了 走回來 再走一下 再走一遍 再走一遍